我還記得人生第一次坐在駕駛座上的時候 當時我還不會開車 但還是興奮的握著方向盤 拨動著排檔桿 想像我正在一條一望無際的公路上奔馳 直到會場的工作人員把我趕出會場 但那種心裡澎湃的暢快 在多年以後我依然還記得 現實生活中當然沒有一條路 能夠讓你走得無邊無際 但總有那麼幾台車 能夠在旅途中帶給你熱血激動的感受 我第一次看到INFINITY Q60的時候是在去年的北美車展 我經過INFINITY TIMEWAY被它這個絕美的線條給吸引住 它的線條不是只有美而已 它還存在一種未來感 而原廠給它叫做靈台聲系統 就是說這個線條它不是只是要刻劃它的漂亮 刻劃它的流暢 它還要兼具擾流的功能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它從引擎蓋上面的小凸點 一直延伸到後行李箱蓋 上面還有一個小壓圍的設計 再搭配它的平整式底盤 所以說它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可以與地面形成更好的吸附力 也因此它的風阻值很低 也只有1.28cd 坐在Q60的駕駛座內 你會有一種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因為它是一台相當豪華的小GT 尤其我覺得它的雙前座這個包覆感真的很棒 包括它泡棉的硬度 很舒服但是也有支撐性 你的肩部臀部跟腿部 它都可以幫你照顧到 那我特別喜歡是它這個小盤幅的三幅式跑車方向盤 這個方向盤呢不只握感很好 而且它還整合了很多按鍵在裡面 其中還包括它的Driving X 也就是在它Safety Shell的這個按鍵 你只要按下右下方的按鍵 它可以啟動它的安全防護 除了6G SRS輔助氣氧動態穩定系統以外 它還有這個ICC智慧定速巡航 然後同時又有這個車輛追撞預警的防護 以及車距控制輔助 那當然它還有盲點的側撞預警 以及車輛偏移的輔助裝置 就是說當我們車輛偏移車道的時候 它除了發出聲響提醒駕駛者以外呢 它方向盤還會微微的震動 避免駕駛者在打瞌睡的情況下 偏移車道 那它的中控台也很特別 它有兩個螢幕 上面除了可以看導航以外呢 它下面還有一個Infinity Intouch的觸控式液晶顯示幕 可以顯示車輛的資訊 那當你想要改變你的駕馭心情 它的Infinity Drive多模式行車功能有5個模式 那對我而言 當然只要直接切在Sport Plus 我們試駕的版本它叫Raceport 它是搭載3.03 V6 Twin Turbo引擎 那這具引擎它的動力 可以炸到400匹的最大馬力 扭力則達到48.5公斤米 就數據來看 你會發現它明顯比德國的同級對手要來的高 所以原廠它0到100的加速數據 可以在5秒達成 那我在Sport Plus的模式下 尤其今天溫度特別高 已經來到尺寸33度 0到100加速實測 它可以在5.4秒達成 Q610它是一台可以優雅 也可以癲狂的小GT 那你在駕馭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它有很多科技型的配備 來輔助操控 比如說它有DAS 它名為現傳可變轉向方向機 就是說原廠說它在每秒鐘 它會有讀取超過1000次的訊號 然後來判斷你的 譬如說你的跺腳 包括你的機質 包括你的加速 來調整它的轉向 那再加上它的路感回饋清晰 你的心理的信愛感又多了一些 那它還有DDS 也就是名為電子數位懸吊 其實就是主動懸吊 那它還可以藉由這個控制面板來進行調配 但是它有兩種選擇模式 一個是跑車 一個是標準 那跑車的狀態下 我覺得有點太硬 那所以我通常都是選擇標準模式 那它的懸吊結構是採用前雙A倍 後多連桿的設計 不過比較特別是你在劇烈抄架的時候 除了我剛才提到 它的路感回饋很清晰 那你出彎普游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它的動力顯示是相當狂暴的 尤其在Sport Plus的狀況下 你已經可以聽到它後輪的空轉聲 但是它後輪空轉的狀態 它並沒有改變它車子的慣性 而且你還是可以依照你想要的動態表現 去修正它的動態路線 那如果你想要甩尾 只要把循跡系統關閉 這台車的操控準確度 不會讓你覺得失望 Q60 S3.0T不只是一台漂亮的Coupe 它還充滿了暴力激情 它兼具了美感性能跟安全 以這樣一台漂亮的跑車 它的售價不到350萬元 可以說是物超所值 只不過受到造型的前置 它的後座同樣不適合 身高超過170公分的成人入座 還有它雖然有雙螢幕 但是卻少了Apple CarPlay的連結功能 除此之外 它真的是一台很好玩的跑車 凌空鏡 這種東西不科學啦 演員那麼便宜 隨便找幾個配合就好 我現在示範更強大的 你看我現在功力強大到連車都可以 其實沒有啦 是Infinity的Q60 S 它有自動煞停的功能 只要偵測到障礙物 它可以自己煞停 是不是很厲害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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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